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这期的视频内容呢 咱们继续分享手缝拉链小包的制作 这个呢是前面视频制作好的面子 这个呢是李子 它呢长度16厘米,宽度8厘米 四个角呢打成圆角 这两片材料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呢还需要一根15厘米的拉链和一些包边带 包边带呢我裁的时候呢是宽度3厘米 咱们两边呢向里面套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手缝了 咱们首先呢把面子和李子对齐 对齐以后呢用包边带整个包一圈 那包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带上一根丝带 一圈包边呢包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装拉链 中心点和中心点对齐 我们对齐以后从中心点向两边缝 然后把拉链的这边呢先缝上 拉链的一圈呢缝好了 那为了方便演示哈 我现在把拉链已经拆开了 接下来呢我们在拉链的边沿这个位置上 再缝一圈十字鱼骨针 现在呢我用十字鱼骨针把拉链的边沿这一圈呢 绣好了 那绣过以后呢我们拉链的边沿就更加服贴了哈 这个针法呢和我们平时敲裤脚边的针法呢很类似哈 区别的就是这个针剂很明显 而敲裤脚边的针剂呢它非常的隐蔽 这个针法呢我还用在了前面 刺绣L的这些位置都是用的十字鱼骨针 接下来呢我们在包的另半边 用同样的方法缝上这半根拉链 现在拉链呢固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底角哈 这样子折叠 折叠好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翻上 然后用针啊这儿 这儿把它给固定上 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两个底角呢缝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翻到正面哈 翻到正面以后呢 我们用长针法 把两个侧边和底角呢也全部给它缝上 两个侧边和底角呢缝好了 那整个小包呢就制作完成了 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请您点击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